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全世界所有的宗教都认为这个世界就有一个完冷身 就有一个造无足在主宰 唯一就是佛教觉得没有一个这样子的造无足 没有这样子的神 这个世界它不是鬼和神的力量主宰 而是外在的内在的 外在的就是外面的这个世界 内在的就是我们众生 有情终生 外面就是这个时节 不管是外面的世界里面的这个有情终生 所有的都是有自己的因和自己的缘 因为有了这个硬和缘 就有它的发展 然后有这个因和缘 它有一定的规律 这个就叫做自然的规律 然后这个时节 然后我们六道轮回的所有的终生 它的这个未来都不是神来决定 也不是鬼来决定 这个跟鬼神没有任何的关系 那么跟什么东西有关系呢 就是跟这个自然的这个规律 大自然 它自己有一个它的这个规律 那么这个规律就是它的因缘 有什么样的因 有什么样的缘 就会有什么样的过 那这个规律 绝大多数的规律 是我们看得见 抹得着的 大多数的这个规律 都是我们看得见的 抹得着的 但是有一部分的这个规律 这个大自然的规律 是我们看不见的 我们抹不着的 这个不仅仅是这个自然的规律 很多东西都是这样子 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的 所有所有的物质加起来 也就是整个这个物质的5% 还不到5% 除了这个4%到5以外的 9%的物质是我们看不见的 这个叫做暗物质 暗能量 但是它们都是存在的 我们看不见 不等于不存在 它们都是存在的 同样的这个自然规律当中 有一部分的这个自然的规律 是我们可以看得见 听得见 摸得着 但是有一部分的这个自然的规律 是我们看不见 是我们听不见 摸不着 但是它同样是存在的 我们的感官看不见 这个不能说明任何的问题 我们的感官看不见的东西特别特别的多 我们的这个感官原本就是用来识别物质世界 但是我们刚刚讲的物质世界当中 我们只有10%的物质 我们的感官才能够看得见 其他的95%或者96% 我们的感官是根本看不见的 这个是科学家说的 看不见的 但是看不见的东西 它仍然是存在的 所以我们不要以为我们看不见 就是不存在 然后我们不要以为我们看见了 就是存在的 所以我们的这个感官 不观察的话 那就我们可以 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相信它 但是呢 深入吸止的观察的时候呢 它看到的很多东西是不存在的 它没有看到的很多东西是存在的 所以呢 这个感官的这个可行毒是很低很低的 佛经里面呢 2500多年前已经讲得非常非常清楚了 但是那个时候的人 除了佛经以外 没有太多的这个参考的这个数 还有没有太多太多的这个 可以证明这个的其他的数据 所以人们没有怎么去相信 但是呢 现在我们就越来越相信这些事情 就是因为我们看不到的 然后听不见的 很多东西也就证明已经存在了 被证明存在 然后我们看到的很多东西也就已经证明了 是不存在的 这样子以后呢 我们就佛经里面讲的很多东西 我们可以逐步的接受 接受了现代人就是这样子 那么佛经就讲我们的这个人生 主要是人 就是关于这个大自然 他怎么形成的 这些对于我们来说 也许不是很重要的事情 但是呢 我们自己从哪里来 然后就怎么样的 怎么样来的 然后呢 去什么地方 怎么样去等等 这些因为这些都是涉及到我们的未来 我们的生命人生 所以大家一定会关注的 那么关注的话 这个佛经里面怎么讲的 佛经里面讲人是怎么产生的 生命是怎么产生的等等 讲的非常多 那么其中有一个 讲的非常清楚的 就是这个佛手道干经 今天